第155集 跟王超弑手的那几个女孩子 让王超几个照面的功夫就给撂倒了 被王超用猴形震散一掌击中腹部脱飞的女孩叫一真 用脚蹬飞的那个叫李冷丹 这两个现在是全身绵软手脚无力 在王超停手之后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站了起来 只是觉得小腹滚烫滚烫的好似火烧一样辣辣的 却又像开水烫锅一样的舒服 丹田滚烫这是气血凝聚 暖融融的对身体很有好处 脸皮一害羞就会发热滚烫 如果能练到自然发力 小腹也能像脸皮害羞一样滚烫 这就是真正做到了气沉丹田 我刚刚只是用力帮你们感受一下罢了 王超随口说出 一下便点到点子上了 其实他刚才打人 也是在帮助这几个女孩子 这几个女孩子身上的力气太重了 心中怨毒恨 冷腹伤肝 如果一味下去 三十岁便会失去生育能力 并且到中年就很容易多病遭死 如果能尝尝暖肤调养 是可以缓解调和的 这下马威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好办了 你的身手高到这样的地步 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 陈姐都没跟我们说过 谢力的语气也不再冰冷 坐吧 休息一下咱们谈谈 王超随身坐下 问了几句便把这里的情况都知道个一清二楚 这五个女孩子 除了谢力 义贞 李冷丹这三人之外 另外两个 一个叫相宁 一个叫黄宇清 年龄 年龄从二十三到二十七八 他们五个是这个训练场的负责人 这个地下训练场是唐子晨在2000年初和当地华商总会的一些大佬开办学校的时候秘密修建的一个 其中的目的最初是为了防止再发生九八年一样针对华人大屠杀的情况 使得华人有地方躲藏 而且这个学校最初也是作为一个据点修建的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华商总会的一些负责人便会通知所有的华人都聚集到学校里面 以这个据点抵抗印尼土著的屠杀暴动 不然的话一盘散沙被屠杀的几率会很高 这是当年上百万华人在那次大屠杀中用生命换来的血淋淋的教训和总结 所以这个大型地下室修建的时候是用了很坚固的钢筋混凝土 还预备了大量的水食品以及医疗 在这里训练的两三百人都是精英 相当于是雇佣军形式的存在 也是在唐紫辰和印尼大马菲律宾华商总会那些大佬们联手共同的杰作 唐紫辰出技术训练 那些大佬们出钱出人 在暴动的时候 这些人就可以成为抵抗屠杀的精锐 拿起枪保卫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而在平时的时候呢 这些人也可以帮助那些大佬在生意上抢夺利益 比如和黑帮火拼 抢夺海上运输线路 押送货物 黄金白银 军火毒品的走私等等一系列活动 手里有了钱 有财富 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就等于是赤裸裸的把金子银子送到强盗的巢穴旁边 也就等于是赤裸的羔羊 让人随时宰杀一样 欧美的那些银行家 大家族 大财团 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都秘密的训练了自己的雇佣兵 特种战士 就是用来在关键的时候保护自己的财产 或者是用来打击对手 在一些生意上面以暴力开路 威胁官员 暗杀刺杀敌人 并保护自己不被敌人刺杀 那些只一味相信政府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大富翁 遇到事情就报警 都是脑残者 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个掠夺者 王超自己也是知道的很清楚 就算在国内 一些大企业遭到黑社会的敲诈 流氓闹事 靠自己的保安抵抗 都比打电话叫警察来的可靠许多 等警察来了 你的企业公司或许已经被流氓黑帮砸了个稀巴烂 女员工也很可能被猥琐强奸 自己没准也被绑架了 只是国外的保安 自己有枪 炮 有导弹 素质精良 而国内的保安呢 只有警棍 电棒 而且最多是退伍的一些普通老兵 素质比平常人好一点点罢了 这两者的区别虽然大 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道理 像印尼 大马 这些国家是犯罪者的天堂 政府力量薄弱 又夹在大国之中 各方面都很混乱 这个时候 有着自己的力量 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了九八年 那场大屠杀抢劫之后 这些华商是终于明白了 这个简单而又扎实的道理 汪超听完点点头 对印尼南洋这一带的大概形式 在脑中都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这样的训练场 在印尼一共有几个 爪哇四水有两个 有五六百人 家里丹曼有三个这样的训练场 大约也有七八百人 联合我们这个训练场 精锐的战士 一共有一千五百人 不过我们这里的两百六十八个战士 都是经过多次战斗留下来的精锐 这些人跟越南人干过 跟印尼的土著黑帮干过 甚至在海上跟政府军都干过 也跟日本的毒枭干过 他们虽然都是年轻人 但是每一个人 最少有三到五年的战斗经验 我们五个人 是自从这个兵团开办以来 就跟着陈姐的 现在已经整整八年了 王朝在部队里面待过 这些人也应该算得上是解放军中的中等战士 属于是尖刀那种特等的兵员 这样的战士比一般的黑帮素质要高上许多 就拿实战来说 同样拿起武器枪支 打丛林战或者巷战 这样一百个战士可以消灭五倍以上的黑帮 更别说徒手搏杀了 就算是国内大部分没有打过仗的武警 和他们打起来 也是败多胜少 比如云南边境上的基督战 武警就常常被打得损失惨重 最后不得不动用解放军的特工兵 那找挖四水 家里丹曼那些地方的训练场 都归陈姐管吗 平时你们都听谁的命令 如果那些华商总会的人叫你们出秦 你们是立刻执行 还是要等陈姐的命令 王朝的问题 下下都问到点子上 虽说他知懂武功 但是到底是解放军的少将 军队的指挥权 抓在谁的手里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谢力看了王朝一眼 说道 我们这里的两百六十个人 当然都是听陈姐的命令 平时那些华商总会的老板企业 要动用我们的人马做事 都要事先发电报给陈姐 然后经过陈姐研究同意 再命令我们行动 不过最近几年 陈姐在国外 经常失去联系 找挖四水 家里丹曼那几个训练场的部队 指挥权都有变动了 被华商总会的一些富豪 勾结印尼军方使了毒计 把四水指挥的几个姐妹 都抓捕进了监狱 权力都夺走了大部分 陈姐现在都指挥不动了 她这次来印尼 就是针对这方面情况来的 听到此处 那个叫李冷丹的少女 抿了一下嘴唇 那些都是华商会的狗 人家才屠杀她 现在才稍微好了一点 为了争权 竟然勾结那些黑皮猴子 害自己人 谢力看了李冷丹一眼 开口说道 我们都是陈姐十年前救下的孤儿 兄弟姐妹都在十年前被杀害完了 我的妹妹被十几个印尼人轮监后 砍下脑袋 挂在树上 相宁的弟弟被浇上汽油 活活烧死了 黄雨青的爸爸妈妈都被剥了皮 钉在路边的树上 谢力 这冷冷的描述着自己 惨绝人寰的经历 语气中 竟没有丝毫的站立 就好像说着平常的话一般 但她的身上又恢复了妖魔一样的气质 这次华商总会的几个家族 勾结的便是九八年在四水直接煽动指挥暴乱的 哈苏尼尔那个黑皮猴子 他现在是印尼军方驻四水的防备司令 这次不知道陈姐是怎么安排的 汪超听的 静静的闭上了眼睛 随后长长的吐了口气 喃喃的道 快以恩仇 快以恩仇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我如今来到这异国他乡 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你们把那个人的资料给我 还有四水的详细地图 七天内 我把苏哈尼尔全家的脑袋 提给你们 让你们祭拜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的 在天之灵 王超在印尼四水这个城市里面已经转悠了一个白天 这个城市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与国内一些现代大都市没什么两样的城市了 不过整个城市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几乎全部都是矮小的平房 最多也不过是四五层的小洋楼和高大的清真寺庙 城市的边编 城市的边缘还有些杂乱的巷子 街道上种植的树木是典型的热带的棕榈椰子 因为印尼整个地区都属于是热带海洋风暴肆虐的地区 老是有风暴 海啸冲击 所以房屋是不能太过高大的 当然最多的还是一群群又黑又瘦小猴子一样的印尼人 这些人穿着拖鞋 大花格子衬衫 在街上表郎当的是走来走去 一副懒洋洋 却又眼露奸诈暗藏狠毒的气质 虽说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份了 但是天气还是很热 城市里面的热浪 卷着海风水气时不时的扫过 白天太阳高照 王超随便在街上寻了一家华人的饭店 吃了点东西 喝了点茶 很是悠闲 他面对不远处 大约一公里的地方 就是一条水泥马路 马路边上画着一条条黄线 标明了这是专用的车路进行区 几辆绿油油的 上面印着英文字母的大越吉普车 停靠在禁区之内 几个漆黑 但明显是印度土著的士兵 戴着帽子 手持AK式步枪 在车辆旁边走来走去 眼睛望着禁区外路上走来走去的行人 只要有稍微年轻一点的黄皮肤女子路过 这士兵的眼睛里面就闪烁出猙獰的赤裸裸的气息来 这几个士兵后面是足足有三人高的白旗围墙 围墙里面是一栋栋阳楼还有高高的港哨和辽望台 这就是王超的目标 是印尼政府军驻四水城防区第547营银 驻地机构 这里的最高长官苏哈尼尔的一家都住在里面 王超来的时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个政府军547营一共有5000多人 大半都驻扎在港口或者分站在另外的隐蔽地方 四水的港口还有印尼的海军军队驻扎 而这个城里的机构就等于是中国省军分区大院一样 但是其防卫力量却不可小视 里面常常有三个卫队 每个卫队约有扎在港口或者分站在另外的隐蔽地方 四水的港口还有印尼的海军军队驻扎 而这个城里的机构就等于是中国省军分区大院一样 但是其防卫力量却不可小视 里面常常有三个卫队 每个卫队约有一百人 各个都是合枪实弹的精锐军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热带的天气说变就变 突然之间便乌云笼罩 狂风大起 伴随着瓢泊大雨 哗哗哗的便降落下来 天地之间顿时一片漆黑 到处都是萌萌的水汽 耳边的大雨哗哗倾吻的乱响 天气一变 街上自然就没有人了 王朝静静的站在漆黑的雨水中 任凭雨水把全身上下都淋了个湿透 雨越下越大 连他的势力都难以看到十步之外的地方 这样漆黑的夜里 瓢泼的大雨 绝对是杀人的好时间 蹭蹭蹭三两下 王朝就潜伏到了高大的围墙旁边 弯曲身体朝上移动 手就已经轻轻松松的抠到了墙壁头 随后手臂一发裂 身体好似荡鞦韆一般 刷了一下 在雨中一甩就甩过了墙头 随后轻盈的落在地面 潜伏下身体贴到了一宗棕榈树的下面 就在这一瞬间 一束强烈的弓从围墙上照射过去 同时一穿脚步 也从棕榈树旁的路上走过 正是巡逻了士兵 此时的王朝就像是一只大狸猫 鬼魅一般的在雨中穿行 时而浮浮以舌架风的架子前窜 躲开哨兵 直接向中央的小洋房潜伏进去 飘泼大雨 漆黑的夜晚 为他的行动形成了绝妙的掩护 雨水虽然把他身上都弄了个惊失 但是他的小腹丹田却是火烫烫的 眼睛闪闪发亮 耳子根后面也是滚烫 可除了这三个地方 其他全身各个部位都是冷冰冰的 没有一点热量 心脏的跳动也降到了最低 原来王朝的武功已经能到了聚散气血 随时凝聚一点的地步 他现在是把气血都运到了眼睛耳朵 还有丹田小腹这三个地方 以保持耳聪目明 还有心脏跳动 一面被人发现 闪电般的摸进了中间的洋楼 这座小洋楼几乎没有死角 屋子里面灯火通明 屋子外面的走廊上 到处都站着一排孩的士兵 大约有三十多个 王朝见此 不由在心中感叹 难怪谢力他们 虽然说恨之入骨 但多次都杀不掉这个苏哈尔尼 这里的戒备实在是太过森严了 我刚才如果不是提起全部的精神 估计也摸不到中间来 王朝现在所在的地方十分危险 只要露出一点动静 就会被发现 立刻就要面对乱枪扫射的局面 这样的情况 就算他长了翅膀 也是难以逃脱 铁定会打成马蜂窝 于是王朝就这么扶在远处的角落中 一动不动静静的等着 他是很有耐心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动 这么长时间的匍匐 他的全身肌肉关节 竟没有出现丝毫的僵硬 突然之间 房屋周围一阵骚动 又有一队士兵走了过来 嗯 原来是晃岗 就是这个机会 王朝心道一声 好机会 随即 蹬腿发劲 身体一闪 就像泥酒一样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便贴进了阳楼背后的排水管处 双手成鹰爪 连番鹰抠 身体就像一只大壁虎一样 蹭蹭蹭三两下 就贴到了房顶 整个过程 不超过十秒 这套动作 是他体力骤然爆发的极限 其实自王朝武功大成以来 还从来没有爆发过这样强大的运动了 王朝这翻上楼的功夫 当真比敏捷的老猫还要快 而且抓强无声 因为手上满是肉垫子 上了房顶 王朝来了一个倒卷帘的功夫 整个人倒贴下来 就好像是一只倒卦的蝙蝠 便贴到了一个窗户旁边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 这是个大房间 里面亮着灯 书桌前 一个身穿格子衬衫 皮肤有点黑的年轻人 正在随意拿着一本书翻看着 王朝立刻用手指头 轻轻敲了几下玻璃 发出轻微的灯灯灯声 这个年轻人随即朝窗户边看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踪影 疑惑一下 他放下书 走进窗户 打开窗子 把脑袋探了出去 刷 王朝抓住这个机会 一下便挫了进来 就好似恶虎寻扬 把这个年轻人 按在地上 手捂着嘴巴 罩着胸 就是一记虎爪 噗着一下 就打碎了他的内脏 顿时 这个年轻人的 腿猛烈的直挺 眼睛死死的盯着王朝 但却已失去了光泽 就好像死于眼一般 王朝用胡捣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毙了这个年轻人 鼻子里面轻哼了一声 哼 小崽子 王朝得到的资料 还是很详细的 这个年轻人 叫苏哈曼 是苏哈尔尼的亲生儿子 今年26岁 从美国留学回来 刚刚要进入印尼政坛 而且准备和四水最大的华商 皇家联营 击毙了这个小崽子后 王朝正要收拾一下 突然 喷喷喷喷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一个人用印尼语说着 王朝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不过他耳朵听得出来 门外应该就一个人 便立刻上前 拉开了门 就看到一个脸上满是皱纹 眼睛闪着锐利光芒 穿着宽松衣服的老头 看样子应该是管家一样的人 这个燕尼老头 还是机灵敏捷 王朝一开门 他就立刻感觉到不对 身子便直了起来 可王朝哪里容得他反应过来 当凶就来了一世黑虎掏心 没料到 这个老头在匆忙之间居然是反应飞快 老太拳师就好似一只受惊的豹子一般 朝后一跳 同时一肘反撞向王朝的掌心 另一只手从腰中抽出一根短棍 朝着王朝的脑子就砸了过来 与此同时 他张开嘴巴 准备大喊 老头使的这两招正是泰拳的肘击和菲律宾短棍搏击 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是个练家子 南洋的搏击树泰拳和菲律宾短棍都使得很是纯属 一肘击来风声呼啸 可王朝哪里容得他叫出声来啊 只见掌肘碰撞 王朝立刻将胡肘变为挖抓 用的正是黑虎掏心的变招 只听喳喳一声便捏碎了老头的肘关节 与此同时 另一只都在屁股后面的手变招 只听喳喳一声便捏碎了老头的肘关节 与此同时 另一只都在屁股后面的手便甩了出去 正是一记 胡为鞭 只听得阿喷喷啪 老头还没叫出声来 那胡尾鞭就抽在他的头上 拨的一声响 颈椎骨全部碎掉 整个脑袋竟直接被拍进了胸腔里面 而他的短棍则是砸在了王朝的头上 却被反振的裂了开来 王朝将这老头打死 用脚一踢一送便送进了屋子里面 让他和苏哈曼叠在了一起 随手关上门 耳朵动了动 便听见二楼楼下大厅的声音 不过说什么 王朝可听不懂 于是王朝隐藏在楼梯口 用一丝余光就看到二楼大客厅里的景象 此时 大真皮会客沙发上 正坐着一个穿着糖装的华裔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的旁边 则坐着一个手持酒杯把玩的女子 这两个人的身后 都是站着身材坚实 太阳血明显隆起来的保镖 而他们面对的 却是一个皮肤赫黑 马脸斑斑 三角眼 身穿军服的印尼人 而且这个印尼人的后面 也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 第155集 第156集 这次潜伏到印尼军方的军事基地刺杀 的确很是凶险 稍有不慎被发现了 就是一个被乱枪打成马蜂窝的下场 王朝这是第二次进行潜伏刺杀 上次是刺杀陈立波 不过那次戒备还没有这里一半森严 可王朝并不在乎危险 也不在乎后果 他在国内压抑的太久了 世事都要看上级的颜色 股权大局 以至于有冤不能深 有仇不能报 如果以他的个性 广东太子党赵军派人 砍杀他这个仇怨 早就应该找机会 废了这个太子党 武夫的个性 是不吃亏 不受辱 傲王侯 慢公轻 所谓武夫一怒 血见五步 谈笑之间 急行千里 月黑风高 喝酒挥刀 割人头颅 包胜就走 是不留痕迹的 大丈夫 讲究快意恩仇 一腔幸福 都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办事 可惜 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豪情 只有是在有实力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得出来 而王朝现在的武功 以至神至化 身法快如鬼魅 闪电之间 便能连避十多人 已经具备了这个实力 这次 他之所以一听 以谢力为首的五个女孩子 讲述十年前发生的大屠杀惨案 就立刻暴身而起 一夜之间 从雅加达来到四水 晚上潜伏杀人 归根结底 还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武功 在现在这个社会 到底能不能做到古代那种 快意恩仇的地步 此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乌文辉 也是军方大佬 受许多人的保护 如果有一天 和王朝彻底撕破脸皮 王朝也会以同样的手段 报仇血恨 毕竟 他的父母 还在国内 他这次 是拿印尼的这个将军 苏哈尔尼 来做练兵的 准备以后 好在同样的情况 对付乌文辉 更何况 王朝相信 乌文辉的情报 已到无孔不入 自己刺杀 苏哈尔尼的事情 迟早会传入 他的耳朵里 这也是间接的给国内那些人 一个警告 在同样戒备森严的情况下 我王朝能杀苏哈尔尼 也同样可以杀你 温辉 你不要轻举妄动 拿我当软式的你 而且王朝这次是真的想把苏哈尔尼的头带回去 让谢力等人击败父母双亲 兄弟姐妹 那么这五个女孩子以后 还不会死心塌地 听她的命令 为她办事 谢力等这五个女孩子 可不比国内大石头那帮人 大石头他们 虽说与王朝要好 但却只是听上面的命令 而谢力他们 却是永远都不会背叛的 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班底 所以这次刺杀苏哈尔尼 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既能检验自己的武功 与火器对抗的程度 又能震慑国内的一帮人 还能让谢力他们死心塌地的对自己心服 但至于刺杀之后引起的后果 王朝连考虑都没考虑 这就跟人比武一样 既然动了手 那就不要想后果 一想后果 胆气便会弱小三分 更何况老子是一介武夫 国内的将军 我都敢动手杀 还不敢杀你个小小的印尼将军 王朝从楼上用眼睛的余光 悄悄地看清楼下这帮人 心中盘算着 要怎么闪电般的秒杀 并不发出一点声音来 嗯 这个二楼的客厅之中 一共有七个人 两个保镖高手 两个持枪的士兵 若想一下全部解决 还不让他们发出一点声音 恐怕有点困难 如果程山明在这里的话 手腕一番连发七枪 就可能会把这些一下全搞定 哎 枪就是好用啊 这样的情况下 王朝还真有点怀念 程山明的枪法 不过他的心中也很清楚 以程山明的身手 想摸进来 肯定没有他这么顺利 不然的话 惊动了外面的士兵 他要脱身就很难了 苏哈尔尼这个印尼军发头目 唧里呱啦的用印尼语说了几句 三角眼盯着楼上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好像很是不满意 他这个老管家 为什么还没有把他的儿子叫下来 然后挥了挥手 分了一个士兵上去再叫 可哪里知道 这个士兵上了楼 就让王朝抓住了机会 王朝一个缩身 便藏在了楼梯角落 一个不起眼的死角处 趁着这个士兵上楼的瞬间 突然之间 悬身骨尖扭动 就如同一条潜伏在草丛深处的大猛蛇 腾空窜起 手脚并用 身体内拧缠绕 便孤住了这个士兵 这正是用的巨蟒缠身 脚杀技 知情 这个印尼士兵的喉咙 软骨和脖子 就给直接拧成了麻花 随后 王朝身体蹲下 两手内缩 提着这个士兵的后心衣服 躲在背后 登登登 便快速的下了楼梯 王朝的这一招 可不得了 有个威风的名头 叫戒狮还魂 这一招是躲在死人背后隐藏起来 暗中控制死人的关节 让死人能走入活动 是活灵活现 不被人看破 以达到隐蔽刺杀的目的 这个戒狮还魂的法子 并不是权术之中的打法 而是日本的忍者计 是唐子臣记录在国术实录中的 因为人死之后 神经还能反射 日本的这个忍者计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然后参照操控木偶的方法 研究出来的一种刺杀的手段 这个士兵被王超附在后面 缩身操控双手双腿 便快速的下了楼梯 而苏哈尔尼等人 是压根就没有看见 躲在士兵身后的王超 不过这个印尼土著军阀 看到刚刚上去的士兵匆忙下来 心中似乎感觉到什么 手不由自主的便摸到了 腰间装腔的皮套子上 从谢力口中 王超得知 这个印尼军阀 有着超人的敏感 而且走到哪里 都会随身带枪 不过 他现在才感觉到 实在是太晚了 要知道 王超一旦下了楼梯后 三十米内 就都是他的杀人有效距离 只见王超 刷的一下身体窜起 瞬间 就来到了苏哈尔尼的面前 砰的一把 捏住了他的脖子 就好像小筋一样 就给低了起来 与此同时 王超借助身体的冲进 腾空而起 双脚成剪刀 向前分别一插 左右两脚的脚尖就已经踢到了这个印尼士兵的太阳穴 于是乎 这无孔不入的暗尽便直接把这个士兵的脑袋是震坏 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 是弃绝身亡 王超的这一寸连环纱 干净利索 发入雷霆 叹唱淋漓至极 苏哈尔尼这个军阀 被他拧住了脖子 轻如乌子提起 用力一捏 手蹬脚炮 还要挣扎 可是王超 单手一用力 立刻 他的鼻子里面就流出血来 眼睛鼓得像死于泡泡 舌头伸出来老长一截 仿佛是个吊死鬼 这个大军阀 被王超活活的捏得 窒息而亡 这个印尼军阀 可不是什么高手 而且也上了年纪 王超杀他 就像杀小军一样简单 王超突然如鬼神一般的出现 连杀了三个士兵 刚才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军阀 也被他捏死了 那个前来做客的傅家大小姐 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步 顿时张开嘴巴就有尖叫 但是他旁边那个穿堂装的中年人 立刻就把他女儿的嘴给捂住了 这个中年人居然处境不变 立刻做出反应 王超是大感不及 本来王超是想 杀了苏哈尔尼三人之后 已经会料到会引起他们的恐慌 然后惊动下面的人 自己也计算着 怎么趁乱立刻闪开 躲得不见踪影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个中年男人 居然做出了不动声色的反应 与此同时 中年人身后的两个保镖 也猛然前约 保护在他的前面 你们不要动手 中年人沉静的说了一句 眼睛死死的盯着王超 于光看了看 王超手里提起的苏哈尔尼 明显的感觉到 他已经没了气息 你是来刺杀苏哈尔尼的 想必是鸿门的人 你肯定是唐子晨的手下 我是印尼华商总会的副主席 黄天玉 此时的王超 脸上戴着面膜 全身的黑衣笼罩 蒙住了头和脸 任凭是神仙 也看不出他是谁了 王超不知道 这个黄天玉 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只是黑黑的笑了一声 嘿嘿 你就是四水花商首富黄天玉 听说你这个女儿 就要嫁给这个印尼猴子的小猴子了 这可惜小猴子刚刚也被我杀了 可黄天玉并未理会王超说什么 眼神闪烁 依旧很是平静的说道 你现在杀了苏哈尔尼 要出去很困难 只要我喊一声 楼下立刻就会有军队冲上来 到时候 你茶匙也难飞了 王超笑了笑 问道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你现在 想要脱身的话 我可以把你带出去 你如果想死的话 我大喊一声 你想死也容易 我当然想脱身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脱身 黄天玉听到王超这么说 松了口气 刚刚要开口 可王超竟突然之间闪电般的动了 一个左右穿花 便闪到了两个保镖的中间 出手便是魔掌中的倒栽双杯 啪啪两下 打得这俩保镖是直接贪软下去 这两个保镖虽说也是高手 但充其量也就是明镜巅峰的人物 王超出手是毫无征仗 只是一下就是他们脑震荡晕死过去了 这还是由于王超留了手的 你 黄天玉刚刚在想要怎么使王超重计 可刚刚看见王超伸手恐怖 很是害怕 如果自己大叫 王超会不会不择手段的杀掉他 于是便想拖延时间 同时想办法拉开距离 可是王超哪里会中他这个计 于是将计就计 就在他分心的时候 一下便击晕了他的两个保镖 随后进身 砰砰便捏住了他们父女俩的脖子 你们好好的躺在这里吧 王超轻轻一捏 这对父女就晕了过去 随后 王超把苏哈尔尼的尸体拖到楼上 房间里有高档洋酒 王超取了几瓶 一把拧下 咕咚咕咚的连喝几口 顿觉全身发热 他扎扎嘴 找出一把匕首 用力一切 便将苏哈尔尼父子的脑袋 血淋淋的就给割了下来 然后用背带一裹 紧紧的背在身后 打开窗户 悄然下楼 闪电般的 便潜伏离去 这正是 鸽头下酒 畅快淋漓 王超现在虽然是全法大纵时 手里面也着实有不少条人命 也曾在打斗比武之中 血淋淋的扯掉了人的胳膊和手臂 但是对于在杀人之后 把头搁下来 用包袱包好远顿千里快意恩仇 这等陆林好汉水浒大道士的行为 在现在文明社会 还是有点高难度的 不过在他心里 的确有酣畅淋漓的感觉 裹着背单 跳出了墙 背后湿淋淋的全是鲜血 和雨水混合浓烈的腥味和人肉味 非常刺鼻 王超也不坐车 在这样的大雨夜晚 他一身黑衣 浑身鲜血 背后还背着两个人头 如果坐车的话 铁定会引起轰动 尤其是这两个人头 那可是四水印度政府军的一个将军 和他的儿子 王超快步急走 在雨中狂温 手里提了个酒瓶子 咕咚咕咚的往喉咙里面灌 快意无比 此时王超突然找到一种感觉 他的心神 在大雨之中 好像是和远在一百年前 那些痛杀国贼侵略者的国术大师们紧密的联系到了一块 我本楚狂人 奉歌笑苦秋 手持刀一口 信息割人头 这才是真正的五人全师 当年的李存毅和上云祥师徒两人 以行义刀术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杀八国联军的时候 是不是也和我现在是同样的意境和心情呢 真是畅快 记得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面有这样一出戏 就是邱楚基提着汉奸王千玲的头颅和心肝 在大雪之中狂奔 这才是五人英豪的狭义之气 可这种感觉在处于和平年代的国内 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一天两夜之后 王超回到了雅加达 砰的一下 把这两个头颅丢在了谢力这五个女孩子面前 果然这五个女孩子脸色当场就变了 这可不是害怕的变脸 而是激动的 是一种大仇得报 热泪盈眶的喜极而泣 这五个女孩子 本来是经历了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父母双亲 兄弟姐妹都被虐杀 这样的变故 自然使他们变得心如钢铁 性情如妖似魔 尤其是那个直接煽动屠杀了大仇人 还好好的活着当上了军队的高官 他们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 这样的心情是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那个军队苏哈尔尼平时都有军队保护 而且这个印尼土著将军非常的敏感 谢力他们就曾经计划行动狙击过多次但都没有成功 简直都要绝望了 但是现在王朝是千里奔袭杀了他们父子 还搁下头来给他们祭奠家人亡灵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豪迈大气 这样的本领和风度 此时的王朝在他们眼里几乎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王朝现在是全身血水凝聚在一起 黑色的衣服上鹤点斑斑 身上腥臭逼人 就活脱像一个发月都没洗澡的乞丐 这是因为他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 直接奔袭的两千多里路 从四水到了雅加达呀 再加上王朝杀人割头之后 等第二天太阳一晒 全身是又臭又脏 就像乞丐一样一路击走 使得印尼的当地人只以为他是乞丐巫师一类的 好在南洋一带与国内的风情大不相同 文明理念落后 常常会有很多巫师一类的怪异的人存在 土著们看到了也不大惊小怪 而不是像国内那样动不动就报警 虽说王朝现在身上发着恶臭 好像乞丐 但是整个明伦堂的地下训练场里的268个人 眼睛里面却没有半点的鄙夷 有的只是崇敬 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都见过血 都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精锐战士 他们相信的只是实力和凝聚一起 能带领他们不被屠杀 不被欺辱的信念 王朝这次表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是震惊了他们 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概念 原来千里之外百万军中 去上将首级的刺客大侠 在现代社会也是有的 几乎是在王朝丢下两个人头的瞬间 这两百多人的精锐队伍 便真正认同了他这个神一样的教官 唐紫辰既然让他来训练部队 那么王朝就会给这个队伍一个信念 那就是只要他在 就没有什么对手不可以杀 就没有什么敌人能够抵挡 毫无疑问 王朝这样的行为 为整体士气的鼓舞是惊人的 王朝丢下头后 静静的也不说话 谢力他们却是拽出了两个人头 放在两个大盆里面 一起供在桌上 然后点了香和蜡烛 一切都是按照中国最古老的传统 祭拜亡灵 与此同时 那两百多人都沉默一起 默默的祭奠着自己死去的亲人 中国古老的传统 在本国已慢慢淡薄了 但是在海外许多华人心中 却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王朝才来印尼三天 就干出这么大事情来 这样的事情自然是瞒不住有心人 所以唐紫诚在第一时间内就知道了 你杀了四水军方的苏哈尔尼 在唐紫诚面前 王朝倒是非常坦白 不错 是我杀的 嗯 做得好 不愧是我的好弟弟 唐紫诚竟笑得十分灿烂 你这次做得非常好 既给那批华商们一个警告 也给印尼军方一个震慑 不过 以后你这样的事情 还是少做得好 刺杀军政要员 是很危险的 枪炮无眼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中了枪 被俘虏了怎么办 被枪炮轰死了怎么办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弟弟 而且你是拳法大宗师 是难得的人才 你的用途不能用在刺杀上 也不能这样的冒险 如果你受了伤 或者被枪打死了 这样的损失 姐姐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我这样的人 死了还真是可惜啊 王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自嘲的笑了起来 关于印尼华商总会和唐紫辰的关系 王朝心中有清晰的概念 一方面 印尼的大富豪给唐紫辰出资金 场地 让唐紫辰给他们训练雇佣兵式的战士 但是唐紫辰却把这些训练士兵军队 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些华商大富豪要动用部队的时候 还要给唐紫辰方面发电 争得他的同意才能调动 这些大富豪当然是不甘心了 于是便勾结印尼军方 找了个机会 把唐紫辰在四水军队里面的人都秘密抓捕枪决了 然后控制了军队 唐紫辰这次回来 就是要重新夺回军队的指挥权 第156集